体包卫 男女故事讲一讲 中期长到要保养 养生健康来分享 到现在来找牛途 好为豪宅不幸运 感感淡淡四个字一个人女 用了古人的姿态 当然要有健身一个套利 所以才会一流转到今天 好 今天我们个体包小个童 又来和啥浪漫个人女的 师姐 我上次考试考了100分 比预期的多考试万丈 小美 你挺厉害啊 那是 我老板说 只要我考到90分 她就不管我学习上的事 我现在考了100分 大王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小美 你才考一次100分 就高枕无忧啊 你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我才不管呢 我现在自由了 在师姐看来 你现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啊 为什么呢 我给你讲讲高枕无忧的故事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好吧 师姐 你讲吧 春秋时齐国有一位叫孟长军的人 有一次冯轩替孟长军去薛帝讨债 他不但没把债讨回来 反而还把债倦全伤了 薛帝人民都以为是孟长军的恩德 不久孟长军被齐王解除相国之位 前往薛帝定居 受到薛帝人民的热烈欢迎 讽身我们来到薛帝定居 为何对我们如此热情 因为您是他们的恩人啊 我是他们的恩人 此话怎讲 你还记得你以前让我们来薛帝讨债的事吗 当时你还在任 所以他们都以为是您的恩德 原来如此 那我今后在这里定居 可就高枕无忧了 不不不 通常聪明的兔子都有三个洞穴 才能在紧急的时候 逃过猎人的追捕 而免除一死 现在您却只有一个藏身之处 所以您还不能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觉 我愿意再为您安排 另外两个可以安心的藏身之处 之后孟长军按照冯轩的安排 很快就找到了另外两个安身之地 从此孟长军就可以高枕无忧 安心地睡大觉了 原来是这样啊 听完这个故事 你觉得你现在能不能高枕无忧了呢 兔子都要三个洞穴才能高枕无忧 我觉得我确实一点高兴得太早了 是啊 你爸爸虽然不管你学习上的事了 你也有了一个自由的学习环境 但你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现在的好成绩 师姐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更严格要求自己 等我有了三个洞穴后 我再高枕无忧 小美 你真棒 高枕无忧 我们想进入一个改革为 无后顾之忧 高枕无忧好小 但是我们高枕上的整个人太高 太高了吧 讲一下不行 我们学习来有点少年改 少年我管理啊 我个人的鱼卡店啊 搞活动 门牛上都得个牌子下 新店改装太有费 西装不需要一档 山羊皮一包我需要一档 鱼龙鱼六需要一档 耶不耶 我当时这边今天改了几件 定了两包外间在围带上 不用找了 这需要啥 这个啥得多然大 因为我们很紧张 你是一个关系的 你是一个关系的 喂 还对不起吗 我还在啊 啊好好好 我买的衣服马上下来 啊 等着要怎么对不起吗 马上到啊 啊好好好 好好好 你别笑 呀 啊 哎呀 哎呦 哎呦 这个人来的不是个哪一种呢 那种感觉就叫 望穿秋水 哎呦我现在不是望穿秋水 我是望穿秋 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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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轻护都不要紧 干我我们的死 我忘记得来要死 我忘记得来要死 举手之间厨房无言 摔风集成灶 就是这么健康 广告资料分一倍 到一再加摔风点击 关面破这个体保状纲 电机一烂呢 我发现您又烂了 瞧不得翻来 哪里都不软轻 走到沙发上 我脸是最舒服 但是啊 那动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和个肠道吸油法 比出现问题 肠胃不舒服啊 分心都不舒服 所以 今下个节目 要玩一玩 我冷点点 从那个保佑 应该弄出 冬季是肠道问题的 多发季节 原本肠治久安的人群 入冬后 便开始出现一些 肠道问题 例如杀手艺 你应该走得多了 哎呀 都是高老星星 你不是狗狗表情的 你不是狗狗表情的 我没 这么狗狗就盖不出来啊 哦 冬季啊 哎呀 难过死 都别人去走 没错 这冬季肠道杀手 变密变在集中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呢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 由于天气比较冷 有的地方喜欢开空调 这样的话呢 人体的这些水蒸气啊 湿度啊 都会散湿掉 都会比较干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补水又跟不上 就会导致我们的 不光是皮肤 而且我们肠道的水分 也在丢失 这样的话呢 就会引起肠道菌群紊乱 从而产生一系列症状 比如说便秘啊 胃肠动动变缓啊 腐胀啊等等 哎呦 买仔啊 买仔啊 哦哦 买仔买 买的 买的松下牛 改载 再买的是 哎呦 辣椒宝牛 辣椒宝牛 哈哈哈哈 再买的是那个 哎 组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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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咱们持续上涨的胃口 无辱不欢 可这对咱们的肠内其实很不好 是的 因为冬季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那么人们喜欢吃一些温热性的食物 尤其是肉类 肉类可以补充人体的能量和一些蛋白质 另外能够提供人体很好的 那种预寒的一种这种机制 但是长期吃肉 摄入膳食纤维过少 会导致我们肠道 得不到适当的这种颅润 和它的及时的清理作用 久而久之 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水分丢质 干燥 产生一些情况 甚至会加重我们原有的一些 溃热性结肠炎 结肠稀疗等等一些症状的加重 除了便秘 无肉不欢 专家说久坐不动 这种归养的生活方式 也容易诱发肠道疾病 我们终于认为 久坐以后 对我们人体也是有损伤的 长期的不运动 我们为肠道得不到这种刺激 这样的话 就导致我们产生一些病症 比如说痔疮 久坐避治 久坐以后 肛管周围的筋脉虚脏会加重 尤其是加上运动上肥胖的人 更会形成这样的情况 中继保护肠胃健康 刻不容缓 熊博士快给咱们支支招吧 那我们针对上述几个原因 采取一些措施 一个是改善肠道菌群 这时候可以摄入一些益生菌 比如说双齐肝菌这些 另外要适当的补充水分 改善肠道的这种肝脏的情况 当然还有就是要加强运动 不能老坐着 这样的话胃肠道会受到一定的湿解 这样的话能够避免避免痴疮的情况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采用内服的方法 这样可以大家推荐一款药茶 今天推荐的这款药茶 所需要的材料有 火麻仁10克 太子深6克 麦冬10克 首先放入容器中 加水浸泡 将药性渗透 接着大火烧开之后 改用小火 保持微肺煎煮15分钟后 将药汁倒出 专家说 每天饮用可以润滑肠道 改善肠道健康 冷天的服装药杂 这个方式一定要用逼着的 管外修装 一定用得上 好 修向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是要见多精彩内容 杂心外面 专手之间厨房无烟 摔风气成草 就是这么健康 广告自由奔运回来 这款摔风点击 观面播出个提报通告 好 接下来新品种 杂局好在本上中 今天如果给大家在 特别有机油的 超级的特别秀 你都用到个素材 要得不要加 不过平时 用个方法 大家都是清早 今天我们诺文在鲁木饭 搞得包给这味道 那一位喜分 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美味家庭菜 我们今天依然是在 我们的前进路社区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菜 和这个多心菜有关系 先问一下 多心菜您在家的话 是否做的 多心菜 那个辣椒炒 辣椒炒 用点辣漏了 一般我们的男人都爽了 都是这样吃的 奶奶 您家里吃不吃多心菜 多心菜 看这个就是多心菜 应该吃过对不对 吃过 一般吃过 好吃也好冷 骨头好冷 炒得吃 你觉得尽早家了 不天就吃炒得吃 光好家 好吃 好 那今天其实我们这道菜呢 这个做法上会有些不一样 它不喝肉一起炒 喝什么一起炒 和牛肚一起炒 但是这样的做法呢 可能不是很多人都这样 曾经试验过 到底味道好不好 我们吃了才知道 先来看看原菜料是哪些吧 多心菜炒牛肚 需要的原菜料有 生姜大蒜子泡椒 小米浆末 牛肚 多心菜 我们今天就要做的 这个多心菜炒牛肚 应该都玩一个多心菜 怎么会想到炒牛肚 因为炒牛肚 跟炒牛肚味道是不要的 不大一样 对 口感不一样 对 好 今天我们选的这个多心菜 我看你选的是很嫩很嫩 中间的部分 是不是 对 然后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牛肚 就先卤一下 先卤一下 先去一下这个腥味 然后再去爆炒 你像如果说我在外面买 这个现成的牛肚的话 可能要注意调这个眼 对不对 对 你买的牛肚 因为不是自己卤的 他就不知道它咸蛋怎么样 就要自己尝一下 尝一下 对 好 我们这样就开始 起油锅 爆香蒜末 椒末 小米椒 泡椒 牛肚下锅同炒 爆出香味后 下入老抽上色 加入一些啤酒增香 炒匀后 再来一点点生抽 蚝油 入味增鲜 待味道融合后 出锅 装盘备用 随后再起油锅 下入清好的多心菜 下入一点点清水 我们看看 我们今天把牛肚 就是做好了以后 掀出锅了 再来炒这个多心菜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个放在一起炒的话 多心菜就会出水 所以就要分开 多心菜是会出水的 对对对 接下来舀上一些生抽 蚝油 下锅炒匀 调味来一些盐 鸡精 糖 十三香 胡椒粉 下锅炒匀 随后来一点点明油下锅 多心菜炒至九分熟食 下入牛肚 充分炒香 待两指的味道相互融合 入味后 这道多心菜炒牛肚 就可以出锅 和大家分享了 味道怎么样 味道很好 那你觉得它跟平常 我们吃的那个多心菜炒肉 炒腊肉 是不是这种味道也还不错的 这个味道不错 正的不错 你没吃到想不想吃 它吃的就代表我吃了 味道还可以 它这个多心菜吃过去好吃 还是那个牛肚吃过去好吃 多心菜好吃 反正多好吃 嗓口反正又香 反正好吃 味道很好 当不当的话就是绝杀 绝杀 多心菜炒牛肚 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菜 我觉得多心菜 首先它吃过去很脆 牛肚又很有韧性 你觉得这个吃过去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就是很多奶奶们 他们都很喜欢吃 就是要加一点辣味 是不是 对 这个因为南藏的 都喜欢吃一点辣椒 但是我今天加的不是很多 那关键点在那呢 关键点是多心菜的 就大家在炒制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先把牛肚 先炒上味以后 再炒多心菜 因为多心菜再过来炒几 它就免得了 它就不好吃 它就保持到这个脆 脆 这个脆不一定要保持 对 是不是一般就注意到这点 这个菜就没什么意思 对 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大厨 那今天他叫大家的多心菜炒牛肚 大家对 好 为了吗 多心菜炒牛肚 多心菜炒牛肚 多心菜是大家喂五个 但是吃起来特别像 也是好多人喜欢这个素材 加上了牛肚 刚刚就肩不一样了 如果说你有老年 牛肚期待一定要弄来 如果实在不行 弄牛 也是要个 好 今天大家弄脏了 有哪个馅 松一松的 大家好 我叫张志华 今天希望地宝当家 送道菜给我爱人吃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爱心地 我是琪琪 咱们今天要送的这道菜呢 是多心菜炒牛肚 这道菜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下饭的 咱们这道菜呢 是张阿姨要送给叔叔的 我们先来替他送菜去 看他们家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呢 走了 叔叔好 我们进来 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 张阿姨一家 叔叔在身边 叔叔您贵心啊 我去旺 旺叔叔 我们在说话之前 我们先尝菜吧 我觉得吃比聊天更重要 来 先尝一尝 看看口味合不合适 好吃吗 妈 我吃的 开不开胃 开胃 很下饭嘛 很下饭 平时在家里是谁 做饭做菜 是我做 您做 那您这个多心菜 平时会怎么处理 就是辣辣椒辣肉 鱼肉炒 那牛肚呢 没有 牛肚 牛肚就是 也是辣椒辣椒 外叔叔 他做菜好不好吃 还可以 做饭做了多少年 阿姨在家里 我做饭的 我做饭做了三十多年 做了三十多年 也是三十多年的大厨 有三十多年的这个厨林了 那今天为什么会想到 给叔叔送到菜吃呢 因为他对我妈妈 我妈妈在这里做了十多年 他对我妈妈相当好 他弄饭端水端 端茶给我妈妈吃 对我妈妈很孝顺 十多年都是这样的吗 一直都是这样 我妈妈都说得好 还不说我好 说得好 张女士说 丈夫对家庭负责 对自己特别好 对自己的父母更加的好 这是这么多年 最让她感动的事情 有一次我扭到了腰了 他就跟我 到医院去 到医院去是不是 叔叔平时是怎么照顾阿姨的 不是照顾阿姨啊 你像 这样 他要到外面去玩 我就让他去玩了 如果他病了 阿姨帮我 就会请半天假了 或者带他去看病了 可以请半天假呀 就是陪老婆 叔叔责任感很强哦 都是自己的责任 是自己的妻子 平时还带他去干嘛 平时要带他去 自己的老婆 自己要对他好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就是哪怕惹他生气 我们也得哄好了 平时你会惹阿姨生气吗 我没有跟他生过去 人间最为美的缘 是人类最为普通的夫妻缘 因为那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经过相处以沫后 累积的点点滴滴情感 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样的愿望 希望咱们美式爱心地 替您实现吗 如果有的话 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 零七九一八八三一六八零零 我们尽力 听您完成 轻松搞个龙 一般都会哭得着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不管让人 一家人就应该 佛佛美美 南庄东城东 台湾新国亚 胃汤 董米汤 武器加班牙 上火车 坐好了 好茶嘎 喷喷 光妞妞 出发喽 心肝 张树东 既然敢就下 跟大火要香 气沉人人化 抗回家都打包来开趴 第一个重点 四十三分钟 好开好开呀 长甘高铁 晚通南北 赶快买飘扬 长甘高铁 全身一家 偷偷家来又抛茶 长甘高铁 世界变大 回家回家啦 长甘高铁 快我的大 大家分外往送吧 那里有不 在淡州宁都县 顾后乡 礁坑村 今天陈兴贵家打米果 附近的村民 都赶来帮忙了 要想吃到这一美食 还真不容易 一大早 村民沉茶生 就帮着上山寻找 当地方言 叫斑叉树的一种植物 村民说 这是制作 黄原米果的 秘密武器 有了这个秘密武器 做出的黄原米果 更有韧性 黄原米果的制作 取决于优质的大和米 要用斑叉灰 制作好的碱水 将大和米浸泡一整晚 第二天捞起立杆 装进大饭增 放入大铁锅 用很旺的柴火 隔水蒸 蒸熟后 重头戏便开始了 先把它挤在中间 鼓起来以后 差不多了 再来开始来吹了 打爆竹 村民说这个 叫做打爆竹 打得越想 遇着来年更丰收 打好的黄原米果 被搬到岸上 精心揉制成形 除了可以炒着吃 还能蒸着吃 煮着吃 煎着吃 炸着吃 真是又到客家 黄原米果飘香季 正是品味满满香抽食 我们今天做的富贵素 说实话 应该很多 我们现场的人 他们都没吃过 所以吃完了以后 都会感觉 这个口感很新鲜 又有脆 又有这个甜 然后又有酸 总体来说 还有一点 那个酥酥的 那种土豆丝的感觉 对 口感吃过去 是很有层次 很丰富的 对 因为这个菜呢 是一般别的地方 都没有卖的 我自己创新的一个菜 我自己创新的一种